大家好,欢迎收听《望向编辑部》的节目 今天有我新西兰的义德投影和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 希望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 记得订阅《望向编辑部》正向报道和浪费冷气 将齐抗疫评经济反网部的信息传扬开 相信很多听众都留意到 孟晚舟的事件 各大报章也有评论过关于孟晚舟的事情 今集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美国媒体怎样看这件事 我手上有一篇社论来自美国媒体 我首先分享内容 再和大家评论一下 一开手就说到 被中国逮捕了这两名加拿大人 Michael Covert和Michael Spavor 这两位都是Michael的人 在中国监狱渡过一千多日后 基本上与外界隔绝 与阳光隔绝 与家人隔绝 这两名被广泛牵责为厚顏无耻的人 终于在上个星期六返返到加拿大 这两位人 这两位都是Michael的人 就在2018年12月 就被中国以一个很模糊的间谍罪被拘留 直至到几日前 当加拿大认美国官员的要求 释放这位華为技术公司的首席财务官曼晚舟 而这两位加拿大人也获得释放 美国的司法部 和这位49岁的曼晚舟女士 达成协议 并且容许她返回中国 当容许她返回中国的时候 她只在加拿大逗留了几个小时 就已经直接到机场返回中国 和差不多同样的时间 两名前外交官 也就是这两位Michael 这两位人都担任过外交的工作 也都在星期五的时候 搭上飞往加拿大的飞机 而曼晚舟飞在星期六的时候 飞底深圳的时候 也都是大张旗鼓地接机 而在温哥华法院 和另外在北京丹东监狱里面 事情的迅速发展 令到很多观察者感到很震惊 中国那边 就否认这两个Michael 和孟晚舟事件有任何关联 虽然整件事情 看起来好像难以解决的冲突 但也都这样令到北京 和加拿大的奥太华 和华盛顿三国关系 深度冻结 同时也都对加拿大总理杜鲁多 提出警告 并重新質疑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 这位在2012年至2016年 担任加拿大驻华大使圣瓦克 就这么说 当你见到这一点的时候 北京就承认这是人质外交 他们对这一件事毫不犹豫 我认为他们要向世界传达一个信息 就是小心 如果你越过我们这条界 我们就会追捕你们的公民 另外 中国的官方小报 官方小报 很有趣 Stay Rundered Tablet in China 这样写 这份什么报纸呢? 就是《环球时报》 上星期六有一篇文章 引述一位专家说 中国释放加拿大人 解开了中加关系的平颈 这个不会的 这个要说清楚 这个不会的 之前加拿大有很多事情 都是没有参加美国的全面抗中阵营 都是要救回这两个Michael 我粗钱的看法就是这样 现在两个Michael 去回加拿大 杜鲁多要放手做事 为什么呢? 杜鲁多这个人其实都是跟民意做的 根据加拿大的民意调查 是 七成的人 对中国是有负面的印象 你这样想想 他可不可以不强硬 而且他软弱无力的取态 其实已经在今次大选那里失分 当然我们当然想 中国与加拿大的关系好些 但是事实上 中国与加拿大的关系 不会因为这件事搞定了而变好 这件事搞定了 反而对在家的华人是有很负面的影响 是啊 这位前加拿大驻华大使姓阿克也这么说 未来中加关系不会回到一千日前 也就是这两位加拿大人被捕之前 都是较友好的关系 没可能回去当时 而这位前驻华大使也很坦诚地说 中国低估了玩这种人质外交游戏的成本 这件事对中国的声誉受到极大的伤害 另外刚才社长也提到 也是引述皮尔研究中心 我相信是 超过了70%的加拿大人对中国持不利的看法 创出历史新高 在2018年的时候只是45% 再加上杜鲁多 在最近的选举之后 也都是保持一个少数派政府 虽然是再次连任 但是属于一个少数派的政府 在这样的情况下 民意就会对他有更大的影响 他在2015年 当他初初上任成为总理之后 他说过就是希望 和中国加深这个经济联系 因为中国是加拿大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但自从有加拿大人被拘留之后 他亦都受到一些相当大的压力 什么压力呢? 就是要对北京采取强硬的立场 他亦都说 拘捕这两名Michael的人 是一件武断的决定 这样做 是很可能会危及世界各地的加拿大人 由老多依靠美国和其他盟友向中国施压 要求中国放人 至今已经召集到几十个国家 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 当中反对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之中 任意拘留 所以这份声明 就没有提及到中国 可以看到 杜鲁多也是很审慎 不想搞得那么僵 在当时签署联合声明的时候 但大家都知道 这份联合声明的矛头指向中国 另外 加拿大的反对派 亦都评击 天津生物技术公司 Kensino 联合开发的新冠疫苗的努力 而 为什么呢 这个公司 由于中国海关 禁止了 疫苗所使用的瓶子 运到加拿大 这件事 被加拿大分析人士视为 对孟晚舟事件的进一步报复行为 而到今年2月 杜鲁多的内阁议会 通过一项不具约束的动议投票 这个动议 宣布中国正在对新疆地区 杜鲁多的选择 杜鲁多的做法 就被不同的学者 甚至乎反对派 批评他为 软弱和幼稚的做法 因为他对中国 始终都没有真是直斥其非 很多这些学者和反对派 都是这样骂他 另外也有分析人士说 杜鲁多 很可能就是因为在这两名Michael被捕期间 就担心做一些更加激进的行为 会遭到北京的报复 所以他就在一些安全问题上 尽量避开 不过去到今时今日 也有学者认为 加拿大需要一个更有连贯性的对华政策 自由党的政策 是需要对一些重要的问题上 不能再继续保持沉默 或者犹豫不决的立场 过去也都因为这样 而导致这两名Michael的事件 没有办法得到有效地解决 而当记者问及杜鲁多 有关这两名Michael的人被释放 意味着对加拿大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时候 而杜鲁多就说 未来的几个星期 将会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分析 而那位前驻华大使 杜鲁多也多次向杜鲁多提及过 和中国打交道 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他也试图告诉杜鲁多很多次 这一群是一群暴徒 他说中国是暴徒 要多些了解中国的事态发展 和更加需要了解中国的阴暗面 否则将加拿大带向一个危险的方向 我们要对此付出代价 如今这两位叫Michael的人终于可以回来了 都算是值得高兴的 这两位Michael就在三月的时候 从一个秘密的诉讼之中分别受审 到目前为止 中方都未提出一些证据去支持他们的指控 中国法院在八月判定Michael Spencer有罪 判处他11年监禁 而Michael Covert是还未宣判的 温哥华的孟晚舟居住在一座豪宅和200万美元的保释 最后他就同意一份事实的陈述 但就不认罪 而美国检察官也说 如果孟晚舟遵守这个协议条款 他们也会推迟这个指控起诉 并且会在2022年12月1日之前撤控 而孟晚舟和美国司法部解决这案子的谈判 是自去年就开始了 不过中途也都谈判破裂 而最近又再重新开始了 不知什么原因出现一些这样的突破 最后 自从这两位Michael的人能够回到加拿大 这位姓雅克的前驻华大使 虽然未曾可以和他们聊天 但对这两位加拿大人能够回到加拿大 也感到非常高兴 而当时 当他在加拿大卡卡里国际机场的时候 总理杜鲁多也在机场迎接了他们 而他们一家人也在当地接机 怎样都好 两位加拿大人最终能够回到加拿大 也值得高兴 大致上就是这么多了 重点就是说出了一点就是 今次相信大部分加拿大人都觉得 中国是用了一个以人质的手段 来换取孟晚舟回去的 这件事很负面 无论是加拿大甚至乎是美国 这份是来自美媒体的社论 究竟这个是不是人质外交呢 哈哈 我个人认为 这个不算得上人质外交的 但是 如果你是放开 以两件事发生的时间 放人也是差不多时候放的话 排除当中的细节的话 看上去就好像一场人质外交的感觉 这个当中 你两位Michael被控以间谍罪 当中涉及到一些什么的证据 这个证据真的 我在国内的媒体 也都找不到有些什么描述 如果这方面的证据可以公开多一点 我们就能够更加了解得到 这两位Michael 实际是做过些什么 那就不要紧 因为昨天 这个 就是加拿大的情报部门 嗯 他就出了一个推特的贴文 就欢迎两位Michael 回来 那究竟 就是这两位Michael 是不是 和这个 加拿大的CSIS部门 是有关系呢 不知道 感觉上就是有关了 这个安全情报局 就欢迎他们两个回来 那就是帮安全情报局做事 哦 哦 这样 很多很大机会 是这样的情况 以后下来 加拿大会不会变得更加强硬呢 之前就因为有这两名Michael 就捉住在手 他们认为是这样 中国捉住在手 所以呢 态度都较为曖昧 去到现在了 会不会更加强硬呢 我个人认为呢 是会变得更加强硬的 加拿大对中国 是会变得更加强硬的 因为有些东西已经捉烂了 之前 举个例子 就是Canada Goose 应该在上海被罚了钱 就是 这些东西全部要拉来说 拉来说的 他们全部 反正都捉烂了 没有必要再远远的 两人都回来了 事实上也不少加拿大人 在中国做生意 居住等等 那他们的安全 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我个人认为不可能 不過加拿大政府都會發聲 一定會說現在很危險 中國快點離開 一定會這樣 因為現在基本上這兩個人回到加拿大之後 他們可以放手去做一些事情 之前是做不到的 現在有些人就說 加拿大已經要養視中國了 坦白說 這種心態 加拿大不會養視中國 最好不要有 中國人最好不要有這種心態 這種是清朝文萬邦來朝的心態 不要有這種心態 中國人不應該有這種心態 大家應該是平等的 不過有些媒體喜歡這樣炒作 阻止不了他們 他們一定會說 現在中國國力很強大 加拿大已經要惡高頭來看中國 遲些就要三季九寇來朝供 這些是清朝文的思路 絕對是 還有加拿大有個這麼強大的大哥 美國 他先仰視美國也不會仰視中國 老實說 客觀點來看 事實上是在旁邊的 對 近一點 以後下來的日子 這兩位Michael 會不會 接受一些媒體訪問在現身說法 當時他在中國獲得什麼對待呢 會不會像鄭文傑那樣 會不會像鄭文傑那樣 明明就認罪了 誰不知後來就放了出來 去了英國之後就猛烈批評 當時被拘捕都是被迫的被屈的 這兩位Michael 會不會這麼做呢 一定會 我很肯定一定會 就算你說拍了影片也好 我說被迫要拍的 就像鄭文傑那樣 哈哈哈哈 其實加拿大還可以做一件壞事 我覺得就算現在 自由黨不會做這件壞事 保守黨也會找這兩個Michael出來 帶他們像猴子那樣 在加拿大四周圍都說 說中國有多恐怖 這樣就對中國的形象 都是構成一定的壓力 沒有所謂的 沒有所謂的 因為現在有些人就覺得 我們不要緊要了 我們要實套 不要形象 你不要形象就行了 其實有些人到現在都是這樣說的 最重要是實力 你硬實力 不講軟實力 好了 不講軟實力的話 之後有很多後續問題 如果你覺得有後續問題 也沒有問題 那就OK吧 是不是 那也是的 我自己就覺得 未來的 未來的 遠實力 那個發展 就肯定 會有更大的阻力 現在不能搞了 其實遠實力 不需要搞了 我很粗淺的看法是 你再說也沒有用 因為 沒有得搞 而是百分之一百 沒有得搞 因為你搞 向前走一步 向後 自然有人幫你倒米 就退回五六步 索性不要搞了 現在這樣的情況 索性不要搞了 因為浪費 這樣就怎麼說好中國故事呢 我們盡力說而已 但是告訴你 不要有任何期望 有任何期望 都會是很大的損失 沒錯 那盡力做吧 是不是 所以前路仍然是這麼崎嶇 中加關係 我看就不能解凍了 以後幾年都不能解凍了 沒有得解凍 老實實 這次我們就說到這為止 我們下次回來 再和大家分享其他的話題 拜拜